其實這場比賽困難度很高 不容易打 當然壓力也不大 我看你也盡力了 覺得可能缺了什麼嗎 今天的比賽 我覺得今天因為打到三單 我覺得壓力大 就是兩個人是相等的條件 所以自己我覺得沒有對方釋放的好吧 然後特別是在第三局 因為他可能比我放的更開一點 然後他的球會攻得很兇速度很快 然後自己沒有很好的去限制他 你在那個體育上更得上 還是到了第三局會覺得比較會有問題嗎 我覺得更多的是戰術上吧 因為他的球會比較兇 因為他在逆封邊的時候壓我後場會比較兇 所以自己在底線的擺脫能力還是比較差的 之前你跟他打過一次嗎 打過一次 對 他在之前打打跟今天打打過會不會改變很多呢 我覺得之前上一次跟他打的時候 可能他不會像今天速度這麼快 或者是出球這麼嚴謹吧 他自身的穩定性還是不是很好 所以給我很多機會去打反擊 包括他自己也會有主動失誤 然後今天因為團體賽 而且是打到三單這個份上 我覺得兩個人會他會準備得更充分一些吧 當然我也做好了很多的困難準備 無論如何動作隊在這些表現也是盡力了 就是大家都發揮了實力 那你自己呢 你在這種大比賽裡 就是吸取了什麼經驗呢 因為也算是第一次打決賽吧 對 這是我第一次打游杯的決賽 然後打到三單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次非常非常寶貴的經歷吧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慘痛的教訓 所以這也是鞭策 我以後更加努力的一個目標吧 下場後教練有跟您說接什麼嗎 現在還沒有來得及總結 可能一會兒就是頒獎完 採訪完之後回去總結